今天是12月14日,星期四 正当港股持续反复低迷的时间 美股已经创了历史新高 昨天杜瓊斯指数最高见过37094点 最后收在37090,升了512点 无论是日中高位和收市指数 都是创了历史高位 纳指亦升了28点 收了14733点 看见美股不断创新高 再看港股真的不赚气 因为恒生指数仍然磨着在16000点 坐近的水平 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是很多很多 要不再说了 先看你勤力的市况 昨天早市恒指先低开63点 去到16311点 之后曾经轻轻后抽 见过16326点 但没有法子再推进 买盘不足 加上零碎沽额不断涌现 结果日中指数 曾经反复跌至16145点 末段有少少拉锯回稳 恒指最后收在16228点 跌至145点 成交金额持续偏缩 只有754亿 实际上去到月中阻紧 很多基金经理都已经放假了 聖诞和年假了 所以市场的气氛 是会越来越薄弱的了 但是越来越薄弱 不是等同的大市 是不会进一步反复的 因为事实上整个港股 正在今年的低位附近 进行一个拉脚的 12月份 应该还有很多个交易天 大概有12个 但问题即使是这样 都不是代表 我们可以抱太大的冲击 因为刚才我提到 基金经理很多已经放假了 剩下可能有个别的股份 会有一些年底的粉饰 储仓的活动或者部署 但是对整个大市的气候 拉升不了太多 实际上你只看三个股份 可以了 腾讯、美团和芭芭 说到尾真的要看这三个 因为这三个行资成分 占了21.84% 如果股价持续反复低迷 就算你汇控更硬正 就算中移动更硬正 都没用 指数都是要反复会远 这个大家应该明白 好无奈 12月份仍然是一个先高后低的格局 指数是由1号高位17,034 跌到下去 暂时11号低位15,972点 换句话来说 今年的报复跌了1066点 现在大家应该留意的就是 每个月的高位的走势 好像是逐步下移 因为9月的高位是4号的18,899 10月的高位是12号的18,290 到11月的高位是16号的18,174 都仍然在18,000 但今个月的高位已经下移到17,038 技术上、形态上 整个逐步下限沉底的格局 根本上完全没有改变 以昨日收市指数的16,228 如何计算 仍然走在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下 说了 所有平均移动线的排列是倒序模式 即是最高250 下面150、20 10线行之就是最下方 这是一个标准反复市底或沉底的格局 大使要摆脱这个弱态 第一个条件 一定要回到10天平均移动线之上 16,480点 这是最基本的 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 不是代表大使会大升 最低限度代表大使的跌势 暂时可以断定下来 现在这一分钟 好像不再进一步沉底 但是这不是真真正正的回稳 也不是真真正正的断定 一定要等到指数回到10天上 才算是初步的断定 仍然为止一路的看法 尽量保留现金 因为在股市里面的部署 或者短炒 赢是很小的 很小的幅度 但是一跌下去 不能折走 未来面对的风险是相对比较大 大家都要小心点